第三七题 三十七跟三十八是体组 将12伏特的电池R1、R2、R3三个电组 与WY、Z四个安培计 以导线连接成如右所示的电路图 结果四个安培计的读数如下 W等于8安培 X等于3安培 Y等于5安培 Z等于2安培 若安培计导线与电池的电组均忽略不计 回答三十七三十八题 三十七题是问 通过R2电组的电流为多少 这个是简单的电流的串联跟并联的关系 我们看到了我们的W是8安培 那么我们的这个是3安培 这个Y是5安培 这很正常 因为这个Y就是这边的这个是5安培 3加5合起来变成8 那么这5安培过来分成两条路 那么Z的这边是2安培 那么这边5分给它2之后还剩下3 所以R2就应该是3安培 这就是所谓的电流的并联跟串联的关系 并联的时候总电流等于分电流相加 串联的时候电流是相同的相等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R2应该是3安培 所以第三次题问我们说 通过R2的电阻电流为多少安培 我们答案选的是C3